雪兰俄沙亚南市长早前证实 反贪会这个月19号 突击市政厅办公室 调查防洪工程 逮捕三个人住场 是的 那行动党全国主席林冠英 就趁此机会质问反贪会 为什么没有针对伊斯兰党万劫区 国会议员涅阿都女儿婚礼 涉嫌滥权的事件 搜查戈达巴鲁市议会呢 林冠英说戈达巴鲁市长早前承认 涅阿都以官方信函 要求市议会为女儿的婚礼提供桌椅 花式以及废料处理服务 但市长拒绝透露 是否有答应涅阿都的请求 让外界诸多揣测 林冠英说地方政府一般 会透过收费或是租金的方式 提供所有人这些服务 但是涅阿都女儿的婚礼 无关议员职责理应收费 因此反贪会不仅应该调查 涅阿都是否滥权 更应该突击戈达巴鲁市议会 展开全面调查 林冠英强调和突击沙亚南市政厅做对比 反贪会也应该突击戈达巴鲁市议会 证明没有双重标准 两起案件之间不应该有差别待遇 许多可不应该尽重标准 准备 突击